习太极者 上至哼狠 下至能嫩 这句谚语在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广为流传 连日来 记者实地探访 感受最深的就是陈家沟老幼妇如习拳成风 当记者问正在打扫卫生的黄春英会打太极拳吗 今年62岁的他二话没说 放下扫把便演练起来 我每天在打扫卫生 明天来早的话我就开始练拳 练过拳以后再扫地 每天如此 我学会了好多气剪 大刀 双刀 单刀 太极拳 枪 好多都会 我练太极拳这么多年 我身体非常健康 一般形式没有什么毛病 一通展示之后 黄春英拿起扫把继续工作 走在陈家沟街道上 穿过古色古香的建筑 路边各类太极拳雕像 壁画 招式图解 不时映入眼帘 记者询问一位保安能否展示一段太极拳 他欣然答应 刚才练的是 老家一路 老家一路 后来是热路 老家是以日为主 热路是以港为主 我父亲我不需要 所以在家庭的训练下我练太极拳 我父亲今天也是七十八了 他练大太极拳以后 他练大太极拳以后 他练大太极拳 这些年就练去 到现在 与燃友强告别 记者在王庭大街南段遇上两位小学生 他们打起太极拳有模有样 毫不胆怯 第一个是骑士 第二个是金刚倒锥 第三个是懒炸衣 我练太极拳三年了 我觉得太极拳很帅气 练起来像超人一样 所以我喜欢练太极拳 三百多年前 陈家沟城市第九师传人陈王庭创编了太极拳 自17世纪中叶以来 世代传承 习练者遍布全球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太极拳习练者已达数亿 目前 在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 被保留下来的太极拳名师传译故居就有二十余处 只有三千多人的村庄 有三个太极拳学校 四十多个家庭拳馆和八百多名拳师 在陈家沟呢 就是说是讲上到横横 就是下到嫩嫩 所以他们所谓的横横呢 就是说有口气 大家都还会坚持在练习 嫩嫩呢 就刚会站立 都会打上 都会练一下 所以在陈家沟的话 也有讲 喝口陈沟水 都会翘翘腿 也就说明 就是说太极拳呢 在陈家沟的普及量 普及 就是说所有人都会练习 我是从小开始练习陈氏太极拳 到后期一直比赛啊 就是说参加各类这个国际比赛啊 全国无数锦标赛啊 后期呢 就说开始从事这个 呃 传播太极拳的 开些这个 拳馆 或者协会 呃 带这些弟子啊 这 来传播 一起来传播这个